过去我们对WiFi7的认知都是价格很贵勾攀不起 但是TP-Link推出了这台BE230 价格不到3000元,真的是跌破眼镜 如果看完这部影片,你喜欢这台BE230 除了可以直接到TP-Link的通路购买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我们会抽出这台BE230 给大家批判一下WiFi7 买过路由器的你应该知道 每台WiFi在iEEE都有对应的名称 从WiFi5的AC到WiFi6AX 再到WiFi7000再到BE 举例来说,我们之前开箱过的TP-Link AX95 它是WiFi6的,它的型号是AX7800 所以AX就代表了它是WiFi6 并且在无线这个部分 它的速度总和可以达到7800的这个level 这台BE230,它的型号是BE3600 那么不只是TP-Link,几乎其他品牌 你只要看它的型号里面有英文跟数字 怎么去搭配就知道它对应的规格了 虽然WiFi7的装置和方案 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了 目前大多WiFi7 router的价格 大概都是万元等级的旗舰 几个月前 我知道BE230这台机器的规格的时候 我以为它的价格应该要个4990或是5990 没想到后来我知道价格整个猜错 价格只要2799 哇,真的是比我预期便宜很多 当然也是因为我前几个月当时知道的资讯很少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WiFi7很贵的这个印象 从BE230的型号你也可以看出 它是比较入门级的产品 频宽速度加总,可以达到3600Mbps 那你可能会想3600Mbps这样的速度 在WiFi6大概已经是中阶机种的定位了 的确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觉得以价格上来说 它的确也跟目前WiFi6 AX3600Mbps的机种是差不多的 例如同样是TP-Link的AX55 Pro我们之前开箱过 上市的时候定价是2,990 现在行情的价格是2,690 那是不是就跟BE230的价格其实很相近呢 由于WiFi7它采用的是新的调变方式 是4KQAM 相较于WiFi6的1024QAM的调变方式 在传输的频宽上就增加了20% 那这是因为WiFi7它用的4KQAM是2的12次方 它代表了12个位元 而WiFi6的1024QAM是2的10次方 代表10个位元 因此主要是受惠于调变方式的进步 而提高了20%的传输bandwidth 那这一点在后面的实测我们也可以看到 但是比较简单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拿两台机器来做对比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在5GHz的部分 2882Mbps差不多就是2400Mbps的120% 同样在2.4GHz下也是有20%的提升 除此之外WiFi7还有一些新技术 像是可以使用到320MHz的频宽 此外还有MLO 可以做到同时使用多个频段 比如将6GHz 5GHz和2.4GHz 链路聚合在一起 这个等之后我们有更多WiFi7的终端 以及更高阶的TP-Link的WiFi7 router 再和大家分享 而BE230你也可以在系统中找到MLO的选项 会开出一个后缀MLO的SSID 类似系统以往都会帮你自动加上 5GHz 6GHz这样的SSID 原本2.4GHz和5GHz的SSID也都还会在 非WiFi7的装置也都可以看到 连接上MLO的SSID 总之WiFi7的进步 不仅仅是在调变的进步 还有其他规格还有功能 BE230它虽然是一台入门的机种 不过机身大小其实并不小 外观可以看到它有四支天线 还好它就有四支 虽然Ultra的天纪来不丑 可是每次要拆它的包装封膜 都很容易失败 我觉得比冷冻的卸卫棒包装还要难思 我是希望TP-Link可以改变一下这个方式 机身外壳主要是黑色的塑胶材质 算不上精致 还有一点容易沾手油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 我们应该不会去要求这个了 而顶部有方形的开控 有的是造型 有的是战热孔 旁边有LED的指示灯 它灯光不会太刺眼 是带有一点雾面柔和的 还不错 那底部也有类似的设计 有一些开孔 并且它有两个止滑电 还有两个壁挂孔 在IO规格方面 WAN是2.5G的 LAN则有一个2.5G和3GLAN 还有一个是USB-A 它是USB-3的规格 那机器保固三年 蛮特别的是 它随附的网路线是扁线 这跟以前好像比较不一样了 感觉比较不会打结 在拆机方面呢 这次底部总共我们有找到三颗螺丝 不过卸下螺丝后依旧无法敲动它外壳周围的卡扣 应该是卡扣吧 我是这么猜的 所以我们非常难将外壳打开 非常抱歉 这次还是看不到它里面的防暗和散热方式了 那如果你抽奖抽到这台机器的话 也可能看到一些挂痕跟敲碰的痕迹 那我们还是就进入速度的实测环节 虽然属于预期之内 但是实际的速度和讯号表现 都是有小小超乎我的预期的 首先使用TipLink的Archer TB1-5501 这是一张WiFi7的PCIe网卡 将它安装在一台Windows PC上 并将USB线连接到主机板上的USB的9PIN 原本我想说可以直接通过WiFi时已安装好驱动 不过尝试一下看来是没办法 最后还是请出了包装里面随附的随身碟 从随身碟安装好驱动程式之后 就可以将网路切换到TPE5501了 而在BE230这边 我将随附的黑色扁线连接到 同样是TipLink的机器TLSX105上面 它是一台10G的Switch 并且它有MultiGeek的功能 所以可以连接到2.5G 这台机器目前它是连接到外网的 再用一条10G的网路线连接 经过Thunderbolt 然后连接进iMac 首先使用iPerf 在SingleStream的条件下测了676 这就会是大家实际在使用上 比较能感受到的速度 而如果你是重度使用者 或是你有其他需求 可以达到类似的条件 我们也测了5条Stream的条件 可以达到1280的频宽 而我听说TipLink原厂 它们在测试上透过iPerf 测试一些更高的参数 是可以达到1800的 那这也是BE230的极限 而由于我没有办法搬着桌机走来走去 测试WiFi的讯号 手上也没有WiFi7的手机 这次还是使用iPhone15 Pro来测试 那由于BE230不支援6GHz 我们还是就来看 5GHz和2.4GHz两项 在同一空间下就可以达到1320了 那这还是因为iPhone15 Pro 它只支援WiFi6 如果是支援WiFi7的手机 我觉得可能速度还可以来更快 那单就以这样的速度 都已经远远超过过去我们测试的所有机种了 而且即便是隔一道墙 隔两道墙 都还有在1000以上 真的蛮厉害的 那我们上次测 DECO的X175 Pro 在WiFi6 5GHz的情况下 隔两道墙就只剩下871了 那已经是一很好的机器了 那BE230居然还有1065 目前因为是用WiFi6 不是用WiFi7 以这样降低规格的劣势 都能已经有媲美DECO X175 Pro 使用WiFi6E 6GHz的速度表现了 真的是蛮超乎预期的 此外 在我印象中 几乎我测过的机器 在隔一层楼的条件下 5GHz 6GHz 即便它还可以收到的讯号 都是完全推不动iperf的 但是在BE230上 应该是第一款在我手上 在这个条件下 可以让5GHz有讯号 而且可以跑出成绩的机种 虽然它的成绩也不算高 就只有88而已 大概就跟2.4GHz差不多 但是看了一下minima 也还有38 也不是那种接近断网的个位数 所以它还算是有点实用性 不过这个距离 我应该还是用2.4吧 以上几点呢 是我比较亚裔的地方 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就是 WiFi7的那种阳村机种而已嘛 不过实际看起来 在讯号强度和能力上 相较于以前用过的WiFi6的高阶机种 它还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而在2.4GHz的部分 最令我疑惑的 反而是在隔一道墙的情况下 居然比自身5GHz还要慢 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的确是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其他条件下的测试 大致都是符合我的预期 也算是中规中矩的表现 此外我还做了一项测试 尝试了解B1230的极限 还有频宽的瓶颈在哪里 所以我同时使用iPhone15 Pro 和安装了WiFi7网卡的桌机 同时对作为iPerf Server的iMac进行传输 平常我会直接告诉大家 那加起来的总数值是多少 但这次我要拆开来说 因为我很明显发现 这个速度是有差异的 iPhone15 Pro是1100 而安装WiFi7的网卡的PC是290 那加起来是1390 大概测试起来 就是在这个区间上下 但是在这个跑测试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一些端倪 就是iPhone15 Pro的跑分 总是永远都会比WiFi7的网卡 TBE550还要高 所以我又做了一些尝试 目前的猜想和推论 应该是因为iPhone 比TBE550的网卡 有更高的报文优先级 所以才会导致手机上的速度 得到比网卡还要多的发挥 目前WiFi7的中端装置 还比较少 那如果是有能力 买到最新最高规格的 中端装置的使用者 又有需求用到WiFi7的速度提升 很可能就更适合选择 BE900、BE800 这种财力丰厚的旗舰级产品 但我们的文章和影片发表后 或许过几个月或到明年 届时会有越来越多的WiFi7的装置 我相信这期的内容 还是对未来很有帮助的 那对于没有大量装置同时连线 而且预算有限的使用者 BE230就是蛮好的选择 目前我自己的WiFi7装置还很少 之前有用过一些 但现在手上刚好没有 而且我自己目前用Ultra的AX80 我觉得用的很稳定很顺手 暂时就没有硬性要更换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之后 如果看到TB-Link有出中高阶 然后支援Tenkey网络 有6GHz的机种 当然价格也要是我可以接受的WiFi7 那我就不会做抽奖送给大家咯 所以可以把握这次BE230的机会 那么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